北洞的窝窝头到底能有多难吃 把熊孩子们都逼成什么样了 萌二差点被噎死 萌二吃了一口窝窝头 差点没把自己噎过去 但是为了不让奶爸奶妈担心 萌二还是鼓起勇气 再次吃起了窝窝头 萌兰被窝窝头逼得着起了嘴屁 萌兰拿起窝头 咬了又咬 就是下不了口 还好萌兰的嘴屁小脑们给力 努力帮萌兰分担窝窝头 然后好好的麻雀 都被萌兰养成了走壁鸡 小白天被逼成了奥斯卡影帝 小白天吃窝窝头 奶爸站在旁边监督 小白天只能认真的吃着窝窝头 奶爸见状很满意的就离开了 小白天发现奶爸离开后 马上就把窝窝头丢到墙根处 防止奶爸发现 然后就进屋了 奶爸以为小白天吃完窝头了 还拿来了笋笋 看到笋笋小白天立马就赶过来了 这演技大小也是个影帝啊 不过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角 有一次老爷为小白天吃窝窝头 小白天假吃后 又把窝窝头偷偷扔掉了 老爷问了问旁边的游客 气得小白天那天都被对着游客营业 花点点把奶爸都整刻板了 花点点看着奶爸过来 拿出了窝窝头 扭头就走 后面奶爸第二次递出窝窝头 花点点还是扭头就走 帅奶爸为花点点窝窝头 愁得抓耳朵塞 面面奶爸为哄花点点吃窝窝头 整的都刻板了 胖大海吃的表情都扭去了 胖大海刚开始吃笋笋 开开心心 然后又拿起了窝窝头 试着嚼了两口 笑容就从脸上消失了 胖大海绷着个嘴委屈的不行 不停地扒拉窝窝头 想着能扒拉一点就少吃一点 然后拿着窝窝头在嘴边 想吃又不敢吃 最后还是努力地吃完窝窝头 吃完后还赶紧找了根笋笋 把窝窝头味道中和一下 真是太不容易了 有网友疑惑 北洞窝窝头为什么这么难吃 难道是拿豆汁火的 事实上是北洞把熊猫养得太好太胖 所以他们的窝窝头 除了把鸡蛋牛奶鱼油 维生素豆粉竹粉 还有胡萝卜粉 加到面粉里 就是没有加糖 更别提蜂蜜了 鸦鸦刚回国的时候 身体情况堪忧 北洞给鸦鸦的窝窝头 特意加了蜂蜜 然后鸦鸦吃的也是津津有味 后面不加了 鸦鸦对窝窝头就犯起了愁 吃得格外艰难 大家如果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味道 可以试试无汤无油的全麦面包 在评论里留下你的体验